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谈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是本经的第四大段 在这一大段要讨论 舒服与我们现实的生活有没有冲突 这一段事情可以说是海内外许许多多同学非常关心的一段事情 有很多人疑惑 舒服与我们实际上的生活 我们的工作生活环境有冲突 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佛在这个地方为我们解答 才知道 学佛对我们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介物 一定是有正面的帮助 绝对没有妨碍 下面 底下一段 这是第五个大段 从第六个大段 这个大段落 这个大段落是阿南听佛开导之后的他的心得和感想 很值得我们修学的参考 那么借着后面呢 从第九页第三行末句 以下了 这是阿南尊者说记 这有记颂啊 总共有二十八首 这二十八首是阿南的心得报告 这三十八首是阿南的心得报告 目的在劝导我们大众 应当依照佛陀教会 好好地来修修 最后一段有四行经文 是大众文化心结 受持理系 是全经的总结 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流通分 在三分里面讲 这一段是流通分 那么这是简单 把全经的大段落的重点 教授出来了 借助要跟诸位说的呢 就是这一部经的翻译的人 佛经是从印度传来的 这部经是早期传来的 我们知道佛法正式传达中苦 是汉明帝 雍平十年 公元六十七年 说公元 大家就比较有个清晰的概念 公元六十七年 正式传达中苦 翻经的人是安时高大四 他是早期从此与翻译工作 最有成就的一位大德 我们看这个明体 这在经的这个术语的叫明体 就是翻译人这个名称 我们给他做个介绍 后汉沙门安时高矣 后汉在佛经里面 这个朝代都是代表年代 翻译经的年代 沙门是他的身份 安时高是他的名字 后面仪是他负责主持翻译的 他负责任 往后 这个已经就上轨道了 所以在这个明体上 我们看到很少用上来 都是用什么 三藏法词 这是早期 已经还没有制度化 所以大四非常谦虚 沙门就是普通学佛的人 这个意思 我们也会在这个后面来解释 法司是后汉 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东汉 汉朝 这个在中叶的发生了一个政变 这个政变就是我们创夺了王位 但是不久呢 就被这个宗师 刘秀 确确实实 他是忠心 忠心很不容易 比创业还要艰难 在中国 列朝 真正忠心 只有两个朝代 最早的是越王勾结 第二个就是光无忠心 由此可知 由此可知 忠心之难 比建国还要困难 刘秀 就是厚瀚的光无敌 他年号叫光无 恢复 这个年代 是公元二十五年 这个我们现在的概念很清楚 今年是公元 两千零一年 公元二十五年 光无忠心 那么以后呢 这是被曹魏所窜 曹操的儿子曹毗 这个窜位 这个一段时期 在历史上称之为厚汉 也就是王满之秦 我们称为秦汉 王满之后呢 称为厚汉 没有称东汉 东汉是因为建都 前汉建都在长安 后汉建都在洛阳 洛阳在长安之东 所以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西汉是前汉 东汉是后汉 安氏高到中国来 这个时候是后汉 第十一代的皇帝了 第十一代皇帝 皇帝 已经到后汉的末年了 皇帝后面是零帝 零帝后面是县帝 这个汉朝就忘过了 所以他是在厚汉末年到中国来的 公元是148年 就是安氏高到中国来 这一年是148年 当时中国儒家有一位了不起的人 郑寻 郑康成 安氏高到中国来 郑康成很年轻 只有22岁 郑寻死在西汉的十一年 汉先帝是一年 接近三国的时代了 他74岁过世 那么这一年 大家常常看三国演绎 这个观云场 过无关斩六将 就是在这一年 这一年郑寻学过世 建和七年孔荣山 九年曹操出世 都是在这个时代 安氏高大四 在中国洪华这个时代 三国上的历史人物 都是在这个时候出世 法师以国为信 他的德号叫士高 那个安不是他的信 他是安息过人 就好像我们宣庄到印度留学 人家称他唐宣庄 他不信唐 他是大唐国的人 那么士高大四是安息过人 我们称他安士高 所以安是他的机关 安息过 唐朝成为波斯 现在成为伊朗 所以他是伊朗人 他的父亲 是当时安息过的过往 他是王太子的身份 他喜欢修道 在高僧传里面记载 世高大师非常孝顺 至孝聪慧 过激群属 欢喜读书 涉列非常的广泛 他精通天文 所以他也是个很好的大夫 他懂得医道 而且还懂得鸟兽的言语 在我们现在家 他有特异功能 他跟朋友在一块旅行 在路上旅行 听到鸟在树上叫 那个鸟在树上谈话好了 他们也在聊天 看到很远 那个地方有几个人来了 扛了些什么东西 在交谈 按时听到 就告诉他朋友 鸟在那树 远远地有些人 过来挑了些什么东西 穿了些什么 什么副色 过没有多会 走近了 果然没错 他确实懂得鸟兽的言语 他的父亲过世之后 他继承王位 不到半年 他就把王位让给他的叔父 他出家就到了 跟中国的缘分 非常之深 从到中国来游化 是中国早期 翻经最著名的 一位大德 那么世高法司带来繁文经典 在当时的首都洛阳 翻译29部 一共176角 经过22年的时间 一直到灵帝 汉灵帝 灵帝是第十二代 环帝后面 现帝的前面 灵帝在位22年 那个时候 汉朝的皇帝 差不多都是十几岁 居皇位 死的时候也都很早 你想皇帝死的时候 三十六岁 他在位21年 由此可知 他十五岁做皇帝 三十六岁就过世了 那么到近零三年 他已经的事业 搞一个段落 他就办他自己一点思思 这高僧传上有记载 什么思思呢 去度他的一个老朋友 这些事情 就是属于神通感应的事情 那么在专辑里面记载 安世高在此以前 曾经来过中国 两次 那个两次不是王子的身份 就是他的前身 他的前世 曾经从西域到中国来过两次 来干什么呢 还命债 是他前世误杀众生 误杀也要还债 这一生当中 也会被别人误杀 这样我们才晓得 这个因果报印 丝毫不爽 决定没有冤枉 你造的什么因 你决定要承受 什么样的果报 两次到中国来 他是有意义的 他知道 是来还债的 两次被人误杀 这个还的这次出家人身份上 这是到中国第三次 那么这次来 翻译经典的工作 告一段落之后 他坐船 到这个攀阳湖 现在的九江这个地方 现在九江这个地方 就是渔山附近 有一个龙王庙 我们中国人叫龙王庙 共庭庙 他有一个地方叫共庭 共庭庙 现在的九江县 这个村呢 现在叫蛇村 蛇村这个名称呢 也是从安石高来的 这个村庄上 有一个很大规模的 一个龙王庙 这个龙王啊 过去生中跟他是同学 死了以后啊 躲在除神道 那么现在他的寿命快要完了 死了之后要躲地狱 所以他到这里来超度他 来帮忙做他 为什么呢 这是过去老同学 曾经拜托过他 他们两个人同学 就学到 哪一个人堕落了 另外一个人要是有成就 一定要来帮助 要来超度他 他们两个前神有约 所以这一次是来建约 我们一般讲还约 曾经许过约 这一生来还约 那么这一位同学 都是出家人 安石高 跟大家说 他这个同学当年在世 明经好事 他对于佛经道理 狠通达了 讲经说法的法师 又喜欢布施 又喜欢布施 为什么不能成就呢 他的性情 都沉 就是我们讲的 沉慧性很重 有人得罪他了 他耿耿于怀 才晓得可怕了 人不可以记仇 不可以有成慧性 在封位的时候 这个封位是佛球的术语 就是从前出家人生活 都是脱波 封位是脱波 实在讲 他那个成慧 在我们今天来说 是已经很少很少 不足以为道了 脱波的时候 今天脱的这个饭菜不好 心里就不舒服 就觉得是不是 我们对众生 这个修行不失 付出去很多 众生回报 太少了 心里有一点不高兴 有一点难过 就是这个原因 死了以后 多出生道 龙是出生的 多在出生道 多在出生道 他就做龙王 为什么呢 前世讲经 弘法这个功德很大 那被功德变成福德了 福德很大 所以他很灵验 这个龙王很灵 信徒很多 周围一千里 这么大的范围 烧香许愿去拜他的人 很多 为什么呢 他喜欢布什 跟众生 语言接着走 所以这个神 灵 福报很大 香火 鼎盛 祭祀 不绝 做了神之后 成灰心 跟众 为什么呢 他周围一千里的地方 都是他管辖的 都是他的势力范围 你要不好好的 就拜他 巴结他 他就找你麻烦 他是水神 凡是在水上行船的人 都要祭祀 你要不祭祀他 他搞一阵风 就把你船搞翻了 宗教你受苦头 成灰心中 自己晓得 死了以后 决定多地 所以求岸石高 来超度他 岸石高 到他这个庙 这个神 头一天晚上 透梦 给这个庙里面的住持 告诉他 明天有一位高僧 到这来 他是我的同学 你要好好地招待他 完全听他知道 这个庙竹 就是庙里头的主持 也很难得 照着龙王的丰富 接待岸石高 岸石高 为龙王说法 受完之后 用咒语 叫这个龙王献身 龙王就说了 他说我身体很难看 最好不需要了 岸石高说 你还是要献身 让大家看看的时候 可以灭你的罪 结果他就从神龙里头 慢慢爬出来 是一条大雪 这大家看到了 于是龙王把他所有的财产 通通捐献出来 交给岸石高 替他修复 替他修复 岸石高 把这些钱 带到豫章 那个时候的豫章 就是现在的南昌 在南昌建了一个佛寺 这个佛寺叫大安寺 是中国江南 佛教第一个寺庙 安石高 这个钱财是龙王贡献的 那么 安石高 接受这些财务之后 就继续坐船 从九江到现在的南昌 他在行船的时候 豁然大家都看到 一个穿白衣服 年轻的男子 站在船头 向安石高 拜了三拜 安石高就跟旁边的朋友们说 他就是龙王 现在已经特立出生生 生逃离天 安石高的神级非常之多 这个神通感应的事情非常多 在神僧传里面有记载 高僧传里面有记载 都值得我们警惕 这一段事情给我们的启示 我们不能不留意 出家修行 明经好施 成会心不断 众多过道 我们想想 我们的修行能不能跟它相比 我们的成会心 比它不晓得重多少倍啊 它死了以后做龙王呢 那我们死了以后大概做虾米小鱼了 所以这些事情越想越可怕了 你要不好好地把握到现前的光阴 认真 努力 苦修 我说个真话了 肯定都散我道 我怎么样看 你都没办法 你脱离六大陆 灭佛往生西方 在一切法门当中 比较 一心法 你要不能把它看到太容易了 你把它看成太容易了 你就错了 它比其他法门容易 实在不容易 要怎样才能往生呢 这些年来 我常常劝大家 要放下自私自利 要放下明文利 要放下无欲六成 不能贪图享受 要放下贪嗔痴慢 这样念佛 你肯定往生 这十六个字要记住 沾上一个 你的果报不如 宫廷湖的龙王 你比不上他 我在此地 跟大家讲真话了 历史上所记载的英国报印 是真实的 绝对不是虚妄的 不是拿这些事情来吓唬人的 来劝人做好事 不是 这是事实 第二 讲超度 超度一定要得到的高深 按时高是得到高深的 法身菩萨的 他才有能力 如果自己烦恼 吸气 业障没有断 凭什么能力超度 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了 你还能超度别人 这个道理懂不懂 古大德教导我们 没有得到的人 做超度佛寺 要用什么态度 至尘 真尘到极处 这一种心态 来超度 也能得感应 稍稍有一点妄想杂念 架杂在里面 就把你超度的功德破坏了 所以真正照做超度佛寺的 主法的这个法寺 最好呢 摘戒末玉三天 三天修清净心 修真诚心 然后才上台 主法 那个有效果 最糟糕的 是这个主法的和尚 发脾气 暴躁骂人 骂完之后 穿上衣 大上衣 再上台 这个超度一点都不理 我们懂这个道理 超度主法的法师 在超度前三天 要帮助他修清净心 一丝好烦恶都不要让他发生 必须要他附近的人 懂得护持 要护发了 让他身心情净 达到真诚恭敬 来做这个佛寺 第三 三宝 依四而住 这四是道场 佛陀的教学 必须有个场所来推卸 所以建立道场的功德最大 你看看 这个宫廷湖的龙王 他把他的这些钱财捐出来见私 这个大的福报 他能脱离地狱 生到他的天 那么在现代这个社会 我们要明了 洪发立身的道场 不是寺院 现在建寺院 负德 功德什么有了 负德不当 为什么呢 寺院不能够天天讲进 不能够天天修行 那哪来的功德 负德都没有了 负德要怎样赔呢 你首先要了解 佛法是教学 是教学 目的 帮助众生 觉悟啊 众生 受教化的 面越广 时间越长 你的负德就越大 今天寺庙 做不到了 所以今天道场是什么 电视台啊 把佛法送到每个人的家庭 用什么方式 来洪发立身 连续剧啊 比我们在这里讲言效果大得多 所以你们年轻同学 有这种才艺的人 学写剧本 把佛经里面这些道理 进阶修学方法 用连续剧的方法 写成剧本呢 表演出来 这个效果大了 比我们在这里讲经 受的效果大 在不久之期 好像我们台湾的 大概是郭秀兰居士 他做了 脸皮 妙凡私讯 我想许多人都看过了 两篇辽凡私讯 两个小时 这一篇流通到全世界 这两篇的功德 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功德 他所做的 过去他印过大藏经 要说那个功德的时候 敌不过这两篇 这两篇我听说 他花了五六十万 我们要懂得了 要知道利用现在的高科技 这两篇我看过 看了之后 我很欢喜 但是我不满意 为什么呢 时间太短 了凡私讯里面 内容并没有把它印出来 所以在那个时候 正好由几位演艺人员 到新加坡来看我 这个当中有演《红楼梦》的 也计划梦的《妙玉》跟林黛玉 他们几个人来找我 来看我 也都听我的光碟了 听了好几年 我就把这些事情告诉他 我说最好 廖凡私讯重新我们拍个电视剧 最好能拍六集 六个小时 他们同意了 而且很难得 大陆上有一位居士 他拿起 每一人员 他们很熟 所以这个六集的廖凡私讯 下一个月就可以出炉了 那么我大概是10月10号左右 我到香港 他们会到香港来 把这个片子带来给我看 那么我看了同意之后了 他们就可以大量的发信 而且推到这个电视台就播放 片子拍成之后 当中有一段 云谷禅寺寺那一段 他们找不到人 打电话给我 他说法师 我们找悟道可不可以 我说行啊 可以啊 但是悟道没有 严寂的这个经验 他说他们行 他们有很多导演可以帮助他 所以悟道在这个片子里面 就扮演云谷禅寺 这是正确的 所以我欢迎将来法师 你们上台讲经说法是其次 到电视台当明星的地 那么这个片子拍完之后了 第二部拍什么呢 我就想到啊 我们大乘佛法的启蒙 是地藏菩萨本愿经 最好能把地藏菩萨本愿经 办上舞台 能够演二十集 二十集到二十四集 完全把经典的道理 境界修学的方法 用这种技术表演出来 欲教欲乐 那么我到香港遇到这一帮人的时候 我底下这一步就想的时候 派这个地藏王菩萨 我前天来 听有个同学告诉我 此地从前 严小王爷的陈丽丽是要来找我 他还没来 好事情啊 我们要利用高科技 要用现代的方法 把佛陀的教诲 介绍给广大的群众 这个命运越大 影响的时间越长越深 无量功德 前几年 大陆上延济公的 这个尤本昌巨寺 他是在新加坡 在我这个地方啊 皈依的 皈依我给他的发明呢 就叫道鸡 他的严迹 可以说 很精纯了 所以我就想到 如果沿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 地藏菩萨本愿经 有鹰鹰王啊 他一扮演鹰鹰王 很像 我得把这些人统统召来 教导他们 怎样把大乘佛法 扮上 电视台 用连统统召的方法 来弘扬方法 弘法力 所以这是说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怎样修集功德 你一定要晓得 时代不一样了 现在见妙语 那个钱是冤枉化的 应当用在电视广播上 那么我自己 这个工作都是在摄影棚 所以我不选择哪个地方 我也不选择哪个人 我选择摄影棚的水平 你够得上这个水平 我可以在这边工作 因为我每年录像要录三百天 一天四个小时 一年一千两百个小时 这是我的工作 你们有这些设备 我到这就没事干 所以我自己这个弘法的工作 都在摄影棚里 那么我们这些同参道友 演艺人员 我教导他们怎样去表演 怎样去把佛法发扬广大 所以我不要寺庙 不要搞这些道场 这个劳民伤财 对不起四中同修 第四 功德必须自己修行 这个一定要懂得 什么是功 什么是德 功是你修行的功夫 你下了功夫 你一定有所得 功德这个得字 跟得实的得是一个意思 持戒有功 清净心是德 修定有功 修定有功 开智慧是德 如果你持戒持得很严 你得不到定 你那个戒就变成福德 就不是功德了 为什么 你说没有功 何以持戒经营 而没有功德呢 自己持戒持得很好 看到别人不持戒 心里就很不痛快 这个人迫切 那个人犯戒 你的亲近心得不到 你只有修福德 你只有修福德 没有功德 如何持戒 修成功德呢 六族会能讲得好 若真修到人 不见世间过 不见世间过 你自己修的是功德 你还见世间过 你对于一切世出世间法 还有妄想分别执着 你所修的全是福德便死 离开妄想分别执着 你修的点点滴滴都是功德 差别在此地 功德能帮助你得定开会 能帮助你明信见信 了生死出三戒 福德最大的 这是人天福报 你像安世高这个同学 这位龙王 他修的是福德 出生到里面向福 比这个更差一等的 我鬼道向福 在台湾有不少鬼王 民间常常去祭祀 去拜拜 拜的都是鬼神 鬼道里头有福德 我们在明题里面 要知道这些道理 要了解这些事实真相 那么这个地方 跟文 诸位自己去看 自己去参考 后面一段 沙门 沙门是大四的身份 沙门是凡语 阴影 翻成情习 情修 戒定会 熄灭 贪嗔痴 这样的人 在印度 通称为 沙门 所以沙门是修行人的 通称 不一定是佛教 但是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 沙门在中国专门称佛教出家修行人 而实际上也能通在家 在家居士 情修戒定会 熄灭 贪嗔痴 也能称为沙门 所以它是普通称呼 大四用这个称呼 是他的谦虚 实际上 它是三藏法四 那么翻是翻译 将印度的翻文翻成了中国文字 明题就介绍到此地 下面我们接着就看经文了 在第八面 第八面看经文大字 阿难白佛也 又认似佛得富贵邪偶者 又摔好不邪偶者 云火不等同也 愿天中天 颇为所知 我们先看这一段 这一段 是阿难向释迦牟尼佛 提出两个疑问 这两个问题 实在说 他是带我们大家问 他自己却对没有这个疑惑 而是众生有疑 我们又说不出来 后代的人有疑 佛已经不在世间了 我问谁呢 阿难尊者大慈大悲 知道我们的疑惑 代替我们来发问 让释迦牟尼佛来给我们解释 经文里面 优人是佛 这个是佛用现代的话来说 就是学佛 说得更明白一点 接受佛陀的教育 学习佛陀的教训 这就是师佛的意思 得富贵邪口 他所得到的果报 是富贵 富是物质生活不缺乏 富有不必是多不缺乏 贵是在社会 这个社会上有身份有地位 为一般大众所尊敬 这是好的果报 贤偶是当时汉朝时候 一般的说语 用我们现在话来讲 就是四四如意的意思 佛经的翻译 诸位同修要明了 你看看 他是汉朝时候人 跟汉朝时候的文章 一般文人写的文章 你去比较一下 不一样 为什么呢 佛法的教训 用的文字要前写 一般大众都能听得懂 换句话说 当时的白话文 所以佛经这个文字 在中国文学里面称为遍体文 虽然是那个时代人写的 写得很前写 很容易懂 绝不用这个深色的语句 叫大家看到难度 尽量的避免 从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翻经大德的慈悲心 所以他文字不胜 那么这是第一个 得到的好的过谱 应当没有怀疑 怀疑的是底下这一句 有衰好不邪恒正 这两个对比 太明显了 有人修佛 依照佛法的经典去修学 得到的是完全相反 衰 是身份地位没有了 衰落了 耗失财务没有了 财产没有了 到底是我们今天讲的 贫穷下界 这这样的果报啊 不邪恶 样样都不顺心 都不成意 为什么同样都是学佛 对这两种不同的果报 底下说 愿天中天 普为所知 普便为我们大众 说明这个道理 说明这个四十真相 天中天 是当时弟子对老师的一种尊称 在佛法里面讲天有五种 这是佛学的名词 简单说一说 第一种叫明天 有名无实 古时候皇帝称天子 这是尊正他 这种叫称天子 现在日本皇帝称天皇 都是明天 有名无实 他还是人 他并不是真的天 这是对他的尊敬 第二种是身天 那确确实实 欲界天 身界天 无色界天 你依照方法修行 确实能够身到那个地方 这一类称为身天 第三种叫近天 近天很高层次 通常是指四禅里面的五不还天 这佛经上说得很清楚 不是凡人做的 是哪些人 三国圣人 他们在那个地方修行 把自己境界再向上提升 他不会往下堕落 我们也称为近居天人 是这一类的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休息十分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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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